车突然爆炸 火势猛烈窜烧 现场工作人员吓得飞奔逃离 俄罗斯城市车离亚宾斯克 17号两辆油罐车分别承载3万公升燃料 不料在除油厂加油的过程中 突然发生爆炸 火焰瞬间吞噬整座工厂 车体残骸也被炸飞 甚至波及旁边另一辆油罐车 监视器拍下外侧 两名工作人员立刻逃离 在中间区域工作的另一人也跑出奔逃 浓浓黑烟不断窜出 几乎什么都看不清 另一个角度油罐车车底都被烧得焦黑 橘红火焰仍剧烈燃烧 附近民众也拍下这可怕的意外 火势波及范围达200平方公尺 几公里外都看得到浓烟 救援团队紧急灭火 索性没有引发更大火势 工作人员也幸运活命 可怕的大火意外不止在厨油厂发生 家中厨房也可能出现 国外两名女子在厨房煮饭 突然瓦斯气爆 瞬间火焰喷出 气爆威力把人正飞倒地 甚至把火炉弹离原本位置 一旁冰箱的门也被正开 厨房物品散落一地 两名女子跌落在地后 吓得立刻起身逃跑 这时还看到残余火花在火炉上燃烧 画面显向还生 惊险意外能活命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超车抢快 驾驶说换道就换道 造成两车擦撞 对方车子一阵晃动 没有想到这儿是驾驶不当回事 直接开了就走 让车主气愤把画面PO网要气凶 白台湾连日飘雨 让外送业者忙翻 板桥有外送员 跟货车并行 结果遭到货车驾驶 因为视线死角撞翻 人倒在路上 食物跟着泡汤 不满别人的机车停得太歪 尤其是拿大锁锁住对方车辆 被提告强制罪 但检察官认为 强制罪对人不对务 锁车时车主不在场 不构成对人施以暴力 因此做出不起诉的处分